哈囉大家好,我是達哥 歡迎回到地層蟹肉的記憶重臉 今天我要講的是派遣任務囉 這次是R底線1的 2分之7的任務 也就是 第二個任務 隱秘行動比較厲害的人 然後 俊敏 如果有俊敏的人 感覺是比較帥,又很敏捷的人 所以我就猜貝爾,很重 好荒謬 然後流的話是蠻適合隱秘活動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遊戲還蠻貼心 就是說它有依照 真實的遊戲 角色去做選擇 然後博特感覺也是很靈敏的 但當然是我自己做先亂按過 所以有 然後接下來 黑貓 我按出來是這四隻 黑貓黑貓 你看,炸太陽 出太陽 看到沒有 所以 接下來我就亂塞 不過貝爾我換這個 把他換成大太陽 為什麼我不放黑貓呢 因為 為什麼不放博特呢 因為博特比較少隻 所以我要留多一點再用 我要存博特 減少 之後的派遣都很快就用掉的 窘境 好的,GOGO 就這樣 喜歡我的影片麻煩按讚、訂閱、分享 有問題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